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好牛 亚洲电影大奖获奖 该奖首次颁给中国艺人 赵丽颖太牛了 获得了电影大奖 而这个亚洲电影大奖 AFA新世代奖 一共出现过四届 之前都是颁给韩国艺人 这次是首次颁给中国艺人 而赵丽颖也是首位获奖者 虽然奖项什么的也分很多种 但是有奖总比没有奖好 工作出色获奖就像读书时期 学习成绩优秀获奖一样 让人兴奋 也提升了身份 以赵丽颖目前稳稳的咖位 多部大做傍身 可以说是85中比较出挑的 虽然成名时间可能比其他人晚 但是到现在作品都是稳扎稳打的 赵丽颖的发展比较稳 就像最近电影第20条 赵丽颖虽然只是配角 但是铺天盖地的宣传都是张艺谋与赵丽颖 都让人忘了这电影的男女主角是谁了 赵丽颖获得中国电影大奖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这充分证明了她在演艺界的实力和影响力 作为中国电影大奖的获得者 赵丽颖不仅在表演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同时也为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赵丽颖的获奖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肯定 也是对中国电影业发展的鼓励 此外 赵丽颖的获奖也体现了中国电影业在近年来的快速发展和进步 中国电影业在不断地提升制作水平和创新能力 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演员和电影人才 赵丽颖的获奖正是中国电影业不断追求卓越和进步的一个缩影 总之 赵丽颖获得中国电影大奖是一项非常值得骄傲和肯定的成就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誉 更是中国电影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赵丽颖在影视圈逐渐站稳脚跟的过程 可以说是非常努力和拼搏的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 他的坚持和努力 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和表演能力 为观众呈现出了许多出色的角色表现 赵丽颖在演戏上具有一定的天赋和实力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内心情感 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形象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他的实力和天赋使他在影视圈中脱颖而出 赵丽颖尝试过多种角色类型 这种多样化的角色塑造不仅展示了他的演技广度 也增加了观众对他的期待和关注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中与许多优秀的导演 演员等团队合作 通过与他们的合作 他不断提升自己的演技水平 也增加了自己在影视圈中的影响力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以积极向上的形象 和阳光健康的形象著称 他在公众面前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这也为他在影视圈中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和支持者 综上所述 赵丽颖在影视圈逐渐站稳脚跟的过程 是通过坚持和努力 实力和天赋 多样化的角色塑造 与优秀团队合作 以及良好的形象和口碑等 多个方面的因素 共同作用的结果 赵丽颖的国民度之所以这么高 赵丽颖在演艺事业中 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角色的情感和性格 通过细腻的表演将角色形象 生动地呈现给观众 他的作品往往也具有较高的制作水平 和观众口碑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赵丽颖在演艺生涯中 尝试了不同类型的角色 从古装剧到现代剧 从青春偶像到成熟女性 他都能够游刃有余的演艺 这种多样化的角色塑造 不仅展示了他的演技广度 也满足了不同观众群体的喜好 增加了他的粉丝基础和国民度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以积极向上的形象 和阳光健康的形象著称 他在公众面前保持着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热心公益事业 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尊重 赵丽颖在社交媒体上积极与粉丝互动 分享生活和工作中的点滴 让粉丝感受到他的亲切和真诚 这种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增强了观众 对他的认同感和好感度 也提高了他的国民度 综上所述 赵丽颖之所以拥有如此高的国民度 是因为他凭借优秀的演技和作品质量 多样化的角色塑造 良好的形象和口碑 以及与观众的互动和沟通等 多个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些因素让他在观众中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从而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影视明星 2. 赵丽颖 娱乐圈的耀眼明星 八卦背后的故事 赵丽颖 这个名字在当今的影视圈中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以其卓越的表演才华和吸引人的容貌 获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 尽管娱乐行业常常伴随着谣言和绯闻 赵丽颖亦未能幸免 接下来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 关于赵丽颖的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赵丽颖成长于一个平凡的家庭背景 自幼便展现出对演艺的浓厚兴趣 在正式踏入娱乐行业之前 他曾担任过销售和办公室文员等职位 尽管如此 他从未放弃追求自己的演艺梦想 并依靠不懈的努力与天赋 最终成功闯入了影视界 在娱乐界 赵丽颖凭借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他主演的电视剧连续打破收视率记录 确立了他作为公认的收视女王的地位 通过多部影视作品的锻炼和进步 他成功塑造了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角色形象 不过 除了他卓越的表演技艺外 赵丽颖的私人生活 特别是他的情感生活和绯闻同样吸引了众多目光 他与几位著名男演员之间的恋情传闻尤为受到关注 尤其是与一位当红的年轻演员的涉及恋情 最为人们所瞩目 他们被发现有多次密切互动的照片 甚至有谣言称他们已经悄悄完婚 这类关于赵丽颖的爱情和绯闻故事 及大地激发了公众对他个人生活的好奇心 赵丽颖不仅因其感情生活的传闻而频频成为话题中心 他的某些行为和言论同样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曾有消息人士透露 他在拍摄现场表现出高傲的态度 对待工作人员缺乏尊重 这类不利的报道对公众对他的看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然而 赵丽颖在演艺界的人气和影响仍旧不减 他积极地投身于慈善事业 利用自己的名声为社会贡献力量 同时 他也在努力扩展自己的职业道路 向着更广泛的领域进军 总体而言 赵丽颖作为一位才华横溢且魅力四射的女艺人 在演艺界内的杰出成就及其感情生活的讨论都颇受瞩目 尽管偶尔因某些行为和言论引起争议 这些并未削减他在追随着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坚信赵丽颖在将来的日子里 会以更加耀眼的姿态 在娱乐行业中继续发光发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